大家好 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朱灵溪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课堂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主要来讨论一下 电子商务发展当中的法律保障问题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在上一节呢 我们最后讲到了电子商务的合法性 那么所以说法律的保障 是我们的互联网电子商务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安全保障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个案例啊 这个案例叫做号称互联网专车第一案 事实是这样的 2015年1月7日 那么使用滴滴打车软件 在济南送客的这个陈超 被市管中心的执法人员抓货 而认为是非法经营罚款2万元 那么变化了之后呢 让陈超不服这个处罚 就要求这个市管中心撤诉 并且向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状 那么呢 到了2015年3月30日 济南市中区人民法院呢 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46条规定 一把组成了合议厅公开审议次案 并于4月15日开庭 由于这个事情确实复杂 因为在2015年在这儿啊 我们知道滴滴打车和快递打车刚刚出现 而那个时候这个互联网这个专车呢 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大伙都没有前期的经验 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合法 所以说这个事情特别复杂 那么因为他比较是到很多的法律问题 所以呢 此案先后四度的延期 那么直到2016年12月30日 济南市市中区法院一审 才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判决呢 是撤销济南客运管理中心 对专车司机陈超的行政处罚决定 那么但是判决之后呢 这个济南客运管理中心也不服 反正因为我说没错啊 他就是黑车 我就抓到 那么比较 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那么又经过了一段时间 直到2017年的2月 济南市中级法院 经过审理之后 才判决是驳回上户 维持原判 至此呢 我们说这个互联网专车第一案 历时了两年 才终于有了结果 那么这两年其实也是 滴滴专车发展很快的两年 从像黑车一样 只不过从网络来约车 到现在的网约车的发展 其实这一方面体现了 这个案子本身的这个属性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 我们国家对于这个互联网 网约车的这么一个态度 那么这是第一个案件 那么第二个 其实也是一样 也是涉及到滴滴和快递 那么在2015年2月14日 这是个情人集啊 也是很好的一个日子啊 那么滴滴和快递决定宣布核定 那么其实当时最早啊 我们说滴滴和快递 他俩其实就是最大的两个金融对手 当时没有网约车 网约车一出现 就是滴滴打车和快递打车 那么一个是支付宝 一个是微信 或者一个腾讯 一个是阿里巴巴 两大巨头支持的这两个 这个大车软件 或者网约车的软件 来同时运行 那么他们在合并之后 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就是说 现在在中国的网约车当中 滴滴是一家独大 基本上没有第二家了 那么这时候一倒用车 就认为你这个两家合并 是属于垄断 那么他们提露了消息说 到了这个去年三月份 这个滴滴公司的账户 就达到了47.3亿人民币 已经远远超过了 这个反垄断的申报标准 你们两家合并的结果 就造成了事实上 在在线打车 或者网约车行业 一直挂头的垄断 那么这个呢 我们说 他应该依法禁止两家合并 当然 这个判断结果我们都知道 对吧 滴滴和快滴继续合并 这个反垄断法案没有成立 那么第三个案件 就是当当网 网购进口巧克力 没有中文说明书 获赔7万元 这个案子其实挺有意思啊 所以我们看的就是说 你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没啥事 但其实这个事情是有一定 法律因素在里面的 那么说67岁的老人杨猛 在当当网上买了 东油贸易有限公司的一批进口的巧克力 一共花了三万多啊 但是他发现这些巧克力从说明啊 保证企业生产日期到配料表没有任何中文数目 所以老人就以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理由 把这个当当网和东油贸易告上法院 作赔42万 那么同年5月 我们说这个该案公开审理 2015年5月啊 公开审理 那么从法院获悉 该删已经调解 结案原告 货赔10万 所以我们可能 我们通常会想 哎呀 这有道理吗 我买了一点巧克力 就因为没有中文说明 就还货赔10万元 但是其实是有法律依据的 因为你要销售产品 一定要有相应的中文说明 这是必须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如果不等法律的话 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道理 但其实是有道理 那么当然 这个这个 两个都有说法 对吧 那么当当网其实比较 好像觉得挺无辜的 其实和我没有关系 但其实他认为杨某也是 他认为这个 当当网是待遇履行的审查的意义 所以说呢 他是当然要求赔偿的比较多啊 十倍的赔偿 那么其实没有给那么多 这十万元 那么最后呢 双方调节通过啊 赔偿十万元撤回起诉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巧克力 或赔案 其实我们感觉 好像没有什么道理 但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判决 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的支持力度 是很大 那么再说一个 就是网账消费成熟不穷 那么有很多事情 其实我们觉得 好像不是太有道理 但其实呢 我们说是有法律依据 那么在14年7月份 我们说美团当时在 那个中国这个 这个叫做团购特别实行 那么他就推出了一款 这个金益酒油的这个团购架 那么说是其实是应该6到8人餐 522元的这个套餐 那么网购价钱是0元 那么重庆的消费者 蒋某和文某呢 其实就得用手机抢购了500份 但是他俩第一次去消费的时候 就被拒绝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这个价钱是输错了 那团网其实称的话呢 其实522元的中餐 这个套餐其实应该是268 但是由于操作上的失误 变成了0元 但是他们只花了2分钟 就已经撤销了这个单子 但是在这2分钟当中 蒋某和文某呢 其实就已经下了500个单子 那么双方各有道理 对吧 那么原告就说了 你自己挂的价钱 那么我买了 双方是有法律约定的 那么你就该履行约定 那么这个被告就认为 你是属于恶意购买 对吧 我这个套餐 其实我促销的时间 是从7月15号到9月15号 对吧 一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时间 你每天三餐都在用 也就能用180分 结果你买了500分 属于恶意消费 不当的竞争 那么所以说呢 双方都是互相公说公有礼 婆说朋友 那么最后呢 是什么状况呢 最后这个事情呢 也算是不了了之了 因为当时原告是蒋鹏 他用的手机其实是文雅文的手机 双方最后以不符合这个 就是说法律身份不符合 这个就是被原告就撤 撤诉了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 说到这个事儿啊 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曾经有国外有报道啊 就是在国外呢 我们说这个叫做这个花旗银行 曾经有一次呢 花旗银行的这个ATM取款机啊 出现故障 就是说你输入取1000呢 其实会出了2000 那么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那么互相同学 大伙国外也是一样啊 也有这问题 好事都愿意啊 就叫了好多人来 那大家排队来取钱 那么直到把这个ATM机的钱取完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内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来讲 可能我们会追究每一个人 让他把多出来的钱退回来 但是花旗银行没有那么做 花旗银行怎么做的呢 他是说 这个问题是我本身系统造成的问题 由我自己来承担 所以说你每一个取钱的人 虽然你取了1000块钱 但是拿到2000 但是我都认了 那么就说 这个是国外的一个做法 那么所以说 对于同一样事情 你的不同做法 其实是应该可以考虑的啊 比如说在我这里说 美团网 你那么大一个网 对吧 这两个人 是他们买了500份 但是他们能吃几份 就算他们吃了100份 也不过就是花多少钱呢 268 100份 也就2万多块钱 难道你美团网赔不起这个钱吗 那你可以要求我 你可以用 但只剩余你两人使用 对吧 你不能把这个带给别人 每次都让你去 只要你去了 我就给你钱 我就认这个账 有什么不可以 你自己出了错误 那你按照道理上来进 应该就认证 对吧 当然这个事情 个人想法 其实可以不一样的考虑 所以说 不管是什么样状况 其实更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那么到底谁有理 其实靠的是法律来约束 所以说我们在网上发生这个交易纠纷的时候 我们到底如何来处理 如何来接受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用健全的法律来支撑 这样才能树立起公众对于电子商务的信心 那么所以说呢 对于健全的这个电子商务法律体系当中呢 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 数字签名的法律法规 电子凭证的法律法规 电子文件 电子商务 商家的法律法规 网上的这种个人隐私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法 经营和服务的法规 安全的法规 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 只有这些都健全了 我们说才是一个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那么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啊 这个对于我国来讲 其实我们的这个法律法规 一直在不停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当中 我们有很多相的立法也不断的在出台 比如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商用密码管理条例等等 那么我们国家 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 那么一方面呢 使我们国家电子商务的发展 包括正规化以及良性循环的道理 另一方面呢 也为建立中国特色的一体化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 体制奠定了基础 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说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啊 我们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终于在去年的1月1日开始实行了 啊 那么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呢 早在2000年 2013年就开始启动了 啊 那么历经了五年时间 在2018年8月31日获得通过 并且自2019年1月1日去正式实施 那么电子商务法的正式实施 那么奠定了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有利的框架 那么它实际了很多方面 包括它的经营主体 经营行为 合同 快递 等等 支付等等 这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它是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正常运行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律法规 这是电子商务安全 啊 电子商务法 那么对于它来讲 我们就有了很多变化 所以说2019年之前啊 很多事情可能没有办法来处理你 因为没有法律依据 但是之后我们说 哎 电商野蛮生长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那么你要被重点监管起来 特别是一些什么货不对版啊 刷单等等这方面都会得到重点的监管 那么这个电子商务法的实施 也是对电商一个去泡沫的一个过程 那么会更有利我国电子商务的一个正常的发展 那么同样 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针对我们新的网络电子商务的这种情况 也做了很多修改 那么大家就知道啊 我们现在这个网上购买购物也是有法律保障的了 特别是这样啊 我们说消费者有权自接收到商品之日起 七日内进行退货 且无需说明理由 就是我七日内是无理由退货了 你不要以什么各种方式来拒绝我退货啊 那么除了以下几个商品 第一定做的 第二鲜活易辅的 第二是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 软件等等 因为软件这个地方是这样 你只要安装了 我不能证明你装还是没装 这是不能退的 再一个就是交付的报纸和期刊 因为报纸和期刊是有实现的 你不能说哎 我买的去这个报纸 今天报纸我退了 今天这个月期刊退了 退了之后我没法再卖了 所以说除了这些 都是可以进行在七日之内 无理由退货的啊 下面呢 我们再看第二十八条 二十八条规定的是什么呢 对于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 这些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呢 以及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方面的提供者 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 以及相关的产品服务的质量数量价款及费用 旅行期限及方式等等这些服务这些信息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旅行提供这些信息 那么我就可以要求你进行赔偿了啊 这是第二十八条 那么第二十九条 这一点十分的重要 就是说你对于经营者来说 你可以收集消费者的信息 但应刚遵循什么 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首先要合法 第二要出于正当的目的 第三是必要的原则 就是说有些信息只有必要的信息 你才可以收集 如果是不必要的信息 你就不应该收集 并且你要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并且要经过消费者同意 如果不同意 那么属于你没法来进行收集的 对于收集的信息 必须严格保密 不得泄露或者出售 那么这个是很要求的 很严格的 因为我们现在个人信息 这个泄露情况特别的严重 对吧 那么所以说呢 还有一条就是说 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请求 或者明确表示具有的 不得向其发送相讯信息 现在这个情况 其实我们经常收到一些垃圾短信 这其实是不合法的 我们可以要求他赔偿的 但是只是赔偿 处理写得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说这说的是 没有经过我正式同意 或者请求你是不能向我发送相讯信息的 这么广告啊 要求我报这个报那个 这是不应该的 但是这一点呢 其实是有法律依据的 只不过看你是不是要做 那么第44条呢 就是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 购买的商品和服务 其实和以前是一样的 正规需要买 是以前线下渠道买是一样的 是可以向销售者 或者服务要求者要求赔偿的 大家记得啊 如果这个平台网络交易平台 不能提供销售者 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姓名 地址和有效方式的 那么可以要求平常 就说如果你卖的东西 或者你这个店家 你不能提供他的真实姓名 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 比如说我在网上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 比如说买个手机 结果你说我不知道是这个卖家是谁 我找不知道是地址 也没有他联系方式 那这个我就可以要求 网络平台来进行配偿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网络交易平台 提出更有利于消费者承诺的 那么就应该履行承诺 那么他又必须 比如说承诺你 我本来正常的手机 打个比方买个手机 是一年质保 或者没有质保 但是如果你网络平台 提出承诺 说在我这买 我就给你提供一年的质保 那么你就必须要履行承诺 这是知道的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 平台消费者明知 或者应知销售者 或服务者利用其平台 轻含消费者合法审议的 为采取必要措施的 承担连带责任 比如说 我这平台知道 你卖的东西是有问题的 那么你还没有对它进行处理 让它继续卖 那么如果消费者起诉 你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这个大家都知道 记住 我们现在是有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对于在网络上买的东西 也是提供保护的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一章呢 其实我们说啊 针对这个电子商务的 或者是网络交易的 这种法律法规 其实有很多 我们这里没有办法 一列举 它本身就是一门客 这里大概说一下 那么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去再找一些 相应的材料来看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